这些人怎么办 过年要到了 他们有小孩有父母要养 你叫他们喝西北风吗 你们有良心吗 你们这样子做 你们这样子变成一言堂 好了 以后大家看电视 都都听你们在讲话 都是为你们讲话 没有一个公正的电视台 唯一的52台也被你们拿走了 你们很高兴对不对 好朋友们 好久不见了 我又来了 就应该帮我们讲一下 就是面对这个中天即将要关台的事情 讲到这个字 讲到这件事情 恶劣 有很多话 镜头上不能讲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各位好朋友 民进党当初 当初是怎么样追求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的 你们这些高官们 蔡英文们 苏贞昌们 现在还多了个谢长廷们 你们这些高官们 你们当初在 争取民主自由 言论自由的时候 你们那张嘴脸 你们自己还记得吗 你们现在拿到权力了 你们都忘记了 你们争取到位的时候 你们讲的天花乱坠 现在呢 权力到手了 我就冬算了 不然你是不是要怎么 你们是这样子欺骗人民的吗 你们把我们当白痴吗 我记得以前 我还在当学生的时候 那时候 懵懵懂懂的 对政治完全完全不懂 我现在还是不懂 我记得那个时候 的民进党 争取的就是自由 言论自由 后来慢慢的就变成 要党政军 退出媒体 退出校园 记不记得 又忘记了 对不对 你们根本没有良心 没有礼仪廉耻 你们说过的话 换了一个座位 你们就换了一个脑袋 欺骗人民 作假 恶心 我不要用遗憾来形容 NCC根本是一个 带打的棋子 NCC你不要在那边 致命清高 我们家电视 跟我的朋友的电视 都锁在52台 虽然我不一定看心 但是我就不会 动到别台 因为我跳到别台 我受不了 他们乱编 谩骂 编故事 假新闻 所以我对于这一次 要关中天 因为你们这里面的 利益太大了 52台全体上下的 新闻工作的朋友们 主播们 幕后的工作者 我们给你们加油 民进党你们恶劣的行径 历史会给你们记上一笔 你们有没有礼仪廉耻 面对这个年终将至 然后这个官台 有475个员工 也面临几项失业状态 看在熊姐的眼里 有没有感到不舍之内吗 我当然当然当然非常非常地 不舍跟难过 你想想看这么多的员工 我跟他们都不认识 我都不认识 你今天一个政府 一个执政党 蔡英文 苏贞昌门 你们是不是应该要 照顾 体恤 人民的生活 让我们的台湾 经济起飞 结果你们做的 都是些什么事呢 其他的我先不要讲 今天先讲官台 这些人怎么办 过年要到了 他们有小孩 有父母 要养 你叫他们喝西北风吗 你们有良心吗 你们这样子做 你们这样子变成一言堂 好啦 以后大家看电视 都都听你们在讲话 都是为你们讲话 没有一个公正电视台 唯一的52台 也被你们拿走了 你们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人民很氛围 可是你们不care 人民想什么 因为你要我们 把嘴巴拉链拉起来 然后大家都膜拜你 我告诉你办不到 对于这些 中天的工作人员呢 老天有也在看 你们也要加油 不要放弃好吗 我们大家人民 都在支持你们 加油 那说你上个礼拜 有这个支持中天的 这个民众用比较不理性的 这个方式比较激烈的手段 要不要呼吁一下我们的粉丝 没有问题 讲到这个在我的YouTube直播 我也开了直播了一大早 因为我头一天晚上看到 头一天看到那个片段 我真的吓到 我真的吓到 我不敢相信我看到那个影片是真的 第一他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 他心中的那个对民进党的那个恨 然后看到民进党对这么傲慢 这么无理这么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你们了啦 可是这位先生这位大哥 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我看到那个影片他还写了一封信给佑正 好像交给立冈 他因为他发现佑正 为什么在频道里面不见了 也许他不会用YouTube 他不知道佑正已经有了那个YouTube的频道 所以这位大哥 你的勇气我们敬佩 可是我希望各位好朋友 我们心里很愤恨愤怒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 民进党不可能一手遮天的 我们不要用这么激烈的手段 当天发生这个事情 我看到了 我一个晚上睡不着 第二天我开了直播了 一大早我就开了直播了 我掉了眼泪 虽然他 我们不认识他 他不是我们的亲人 可是我想到他身上的那种疼痛 像我平常在泡咖啡啊 或者是炒菜的时候 碰到热水或者碰到锅子 我都觉得痛得不得了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愤恨民进党 不耻民进党的作为 他可以用这种激烈的手段 我觉得他好像 让我想到了民进党的郑南荣 他当初郑南荣就是要争取言论自由 所以郑南荣牺牲了他自分 民进党不是很歌颂郑南荣吗 我觉得郑南荣也很棒 可是你们现在拿到位置的时候 你们让人民有自焚的这个行动 你们不要反省吗 对于中间的这些新闻从业人员 还有熊姐非常心疼你们 虽然我不认识人 但是加油不要放弃 好吗 我不相信老天没有眼 我们全民的眼睛全部真的很大在看 大家加油 加油加油 11号关台 兄姐会到现场 不要去 排除万难我都要去 我要支持中天这种对抗恶势力的精神 就像我们有一些直播主一样 现在敢把中天关掉 也有可能对付我们其他的直播主 我们直播主这么小 中天那么大个电视台你们都敢吃掉它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像盛祝儒大哥讲的 以后剧情怎么发展 让我们全民的眼睛睁大 继续看下去 加油 我是熊海玲 请订阅中时新闻网 并打开小铃铛 随时掌握即时新闻 谢谢